今天主题是寥寥有病 真正有病的上癌了 大家看我讲话和走路这样有点奇怪 我这种病是先天性神经系统疾病 就是别人的病是努力得来的 我得来全不配功夫 我自从做脱口秀开始 收到很多观众的鼓励 我上次演出完有个观众 微博实际我 小佳你好棒 你要给我好好活下去啊 我在想 你是看到我哪里活不下去啊 我觉得这些选手吧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文本型的 一种是表演型的 而我是感动中国心 如果整个成长过程 一直被夸正而酿 但我很讨厌这样 你就感觉我这种人做什么事情 身边都会有掌声和欢呼声 就哇哦 他竟然考了班级第一 哇哦他竟然会扫地 我那天在厕所 旁边一个同学 哇哦我说停 而且我这种病特别容易被人误会 我高中毕业第一份暑假工 是在工厂里打工 长一边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个傻子 只有同车间的一个阿姨特别好 没有这样说 一直到那天下班 阿姨拿着两张一块钱问我 这样家在一起是多少钱 原来在这等我呢 三块 而且我中文拥有很多特殊待遇 就我这样去面试 真的比别人省了很多时间 别人面试都会问一些 基本技能啊未来规划 然后轮到我介绍自己的姓名年龄 面试官就会说 好的 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可以回去等通知了 我在想你都没有我联络方式 你要怎么通知我 花寻人启示吗 寻人启示小家兰 身高一米五五 天生讲话不太清楚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他 请跟他讲 他面试失败了 包括我学生时代 有很多异性朋友 他们的家教很严格 不能早年不能晚归 但只要他们跟他们的妈妈说 我跟小家在一起 他妈妈就会说 好的 那你照顾好他哦 我真的很奇怪 我朋友问了他妈 为什么其他男孩不行 只有小家可以 他妈笑一下说 他 我放心 他给我一种 只想活下去的感觉 我也明白他妈妈觉得 我不会干什么坏事 但是我干过 我闯过红灯 就因为走路太慢 红灯亮了 我还在半路 大概有多慢啊 就是我想扶老奶奶过马路 老奶奶说 不了不了 还是我扶你吧 而且我跟隔壁班同学吵过架 都还没开始动手 教导主任就赶过来 我正准备解释 教导主任说 你不用说了 然后指着隔壁班同学说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你把他打成什么样了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之强 因为我确实有病 但这个世界好像无时不刻 在提醒我有病 我突然就想跟这个世界说 我们都有病 只不过我的更明显一点 谢谢 谢谢 谢谢